一棟和一棟的公有所下 以及一招一幕 恐怕變成立宿 因为南岛管长在民间 最近乘美体表示 准备要来听管长公管 以及公有所下 让中级修理好来新做 县长室舍还有副县长 主任秘书的室舍 还有这些主管的室舍 都是在我们的市中心里面 有一些主管的室舍 也没有在基柱 没有使用 那么我想这边 可以把它做多目标的 来开发来使用 把整我们的土地 做一个活路 让县政府增加 我们的财政的收入 我想这个有必要 来做进行一个大改革 管长人民前 就任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走过很多乡丁 弄理几个未来的建设 这跟修设变主体的想法 是受到这些人的困境 那么透过这样子的 平屋住宅 平屋承租这样子的方案 让青年朋友能够 有了房子以后能够安心立业 来做创业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不仅南岛观众友所说 有四百十五间 其中只有六十七间没在使用 高雄需要管理机关的政客 所以这个计划 要顺利完成 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说 如果要新闭一个合议住宅也好 或者是社会住宅 它牵涉了可能还有建管 还有一些管理机关 他们未来如果说 上面还有一部分的 这个县住户 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一个迁移的一个补偿 等等的预算编列 它可能还有跨局处 要去做协调的 所以目前我们已经签请县长 是不是在未来就会竞速的来筹组 一个专案小组 针对这个财产的活化 跟增益仙库收入的部分 竞速来规划 期程来推动 严肃救救风 主流自公团的冲医疗后 人民前 涉及来要完成所习 变高雄主体的计划 那是真正达身目标 中的是专台第一位 替官党公关 变成高雄主体的官司党 记者 站位上 蔡宏博多